在台北市长蒋万恩的见证下 台北市青年局局长英伟与社团法人 对外关系协会会长林永乐 完成合作备案录签署仪式 蒋万恩表示 台北市青年局6月1号成立后 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推动青年国际交流合作 因此青年局率全国各县市之先 成立国际发展科 今年9月前往美国访问期间 青年局方面更积极推动国际实习合作计划 除了今年已经有哈佛大学学生道府实习外 明年暑假更将邀请普林斯顿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大学等知名学府学生 到台北市政府及青年局实习 我们跟包括Prinston大学跟MIT 还有跟费城UPN我的母校谈了合作 所以在明年的暑假 我们就会邀请这些国外的学生来台北市政府 包括青年局实习 透过实习的计划 他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台湾 了解台北市 那也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有机会可以跟国外的学子 有更多具体的交流合作 所以今年我们其实就已经邀请到了哈佛的学生 来台北市青年局实习 有三位学生 他们都收获很多 所以我在九月到哈佛 演讲是他们也来 除了听演讲 然后也代表他们这一次来台北实习 他们有非常丰硕的成果 也都非常的开心 那另一方面 青年局其实也推动了很多的计划 包括到费城跟World Affairs Council 到费城市政府去谈很多合作 所以未来我们不只在青年的议题实习计划 我们让青年共同发想很多 怎么样解决市政的议题 我想这些都是让台北能够强化跟国际的连结 让台湾真正被世界看见 青年局局长英伟进一步表示 目前正积极推动海外实习计划 希望在对外关系协会协助下 能开拓更多海外实习机会 协助国内年轻人培养国际视野 提升全球竞争力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新的年度当中 力推成为全台湾的所有的地方政府当中 第一个来推动海外实习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政府跟局处 那如果能够成功 我们也希望是能够可以在 各位的帮忙与指导之下 帮助我们开拓更多的海外实习的 可能性跟机会 而这恰恰是现在台北市年轻人 非常热切的需求 前外交部长现任对外关系协会会长 林永乐也很肯定 台北市政府对国际交流 与青年事务的高度重视 希望协会与青年局共同攜手 在青年与国际交流合作上 达成具体成果 这个国际交流 其实是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对外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跟青年局签署 这个合作标忘录之后 我们能够逐渐的会有一些新的 具体的合作项目 能够开始来进行 2013年创立的社团法人 对外关系协会 主要由外交界人士组成 讲完期盼借助 对外关系协会的专业经验 让台北市青年局 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全力推动各项国际交流事务 加强台北市与世界各地的连结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岁 Monica 对外关系 在巨人的肩膀上